我们没有见过面,却因为电波而相识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就多了一个朋友帮你分担 不管在美国的日子是苦是甜,都有我陪着你 明明信箱 MailboxMeMe at gmail.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有什么话想要对明明说,欢迎给我发email或者是给我的工作手机发短信 我的email地址是mailbox明明at gmail.com 工作手机号码832-847-5372 在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里,我们回复一下手机尾号6238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短信 她说明明好听你的节目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每每在我感觉到自己真的是无处诉说的时候 我就好几次想要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信息 可是很多次我都放下了 今天我真的觉得自己快熬不住了 我妈妈是晚期的肾病 看着她非常的痛苦 她也经常是在一个昏迷的状态之下 我无力帮忙 无力去解除她的痛苦 我只是觉得她在痛,我的心也在痛 而我更可怕的事情是 时时刻刻的,无法想象的 害怕妈妈随时会离开我 你不要笑话我 可能我的年纪比你大概还要大 我的妈妈今年79岁了 按说这个年龄有病有猪也是正常的 可是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我真的不想再没有妈妈 我的爱人也在两年前去世了 这些年我已经受够了去参加葬礼 去看到亲人一个一个的离世 先是父亲,然后是老公 现在恐怕妈妈也会时间不长了 每每想到这个世界上 我就剩下孤身一人 我就觉得悲从心来 这几天就要到美国一年一度的万圣节了 我记得曾经带着儿子 非常享受这个快乐的美国的节日 孩子出去药堂 我们也会装扮家里南瓜呀等等 可是如今 当我经过邻居的街道 看到那些骷髅头和那些鬼怪的装饰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惊吓得一身一身的出冷汗 明明我好害怕 我害怕失去 我害怕失去妈妈 我更害怕自己也撑不下去了 亲人们接二连三的离世 虽然我的生活 基本生活有保障 我也会提前退休了 我也拿着丈夫离世之后的一些福利待遇 按说生活没有一个特别的难题 可是活着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撑下去 好的 那六二三八 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 我的心也都不由的和你一样沉重下来 我能够想象我也能够看得到 每每这个时候在半夜给我发信息的朋友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也能够看到有一些重复的内容 有一些词不达意 可是我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痛苦两个字 人世间的痛苦有千百样 可是生离死别 这恐怕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要遇到的 说着大自然的规律生离死别 不过是一个正常自然规律 可是这件事情轮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 都是如此的苦 都是如此的难 就像有人说 在刚刚过去的这两三年 疫情 全世界老天爷收走了多少的人 就连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 也有无数人在这个疫情期间 不能说提早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确实是有很多的人 在没有预料到的这个寿命之下 就提前的离开了人世 那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 失去母亲的 或者是失去亲人的 由于疫情的原因 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年 我觉得失去亲人的痛苦 失去爱人的痛苦 这个全世界的人们 我们大概都在一同经历着 所以无论如何 79岁的母亲在肾病的晚期 如果换成仍然是积极的一面在想 就是说母亲活到79岁 比那些真的是四五十岁 就离世的人来讲 也算得上是到了一个老年的时期了 大概你只能是这样去想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稍微的宽慰一点 但是人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那种等待的煎熬 就是你不知道那一天 是什么时候发生 可能你晚上睡觉回家 都会睡不踏实的感觉 因为你随时会担心 手机会响起来 你随时担心这个emergency call 可能就说妈妈有病危了 要去陪伴她 尤其是你接二连三的失去亲人 之前失去了父亲 在后面 你说几年前又失去了丈夫 这种生离死别 尤其是这个死别 接二连三的打击 我觉得 你现在说你撑不住了 趴下了 我非常的理解 这一份接二连三的打击 撑不住就趴下 就休息一下 我们要承认自己有时候的软弱 也承认自己的脆弱 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 至于万圣节的装饰 让你每每下出一身的冷汗 其实 我们说净由心生 就像你说的 同样的万圣节的装饰 在早年 在你没有接二连三的失去亲人的时候 那是一个快乐的热闹的节日 带着孩子出去要要堂 装饰装饰家 那么净由心生啊 那么接二连三的失去亲人的打击 这个时候 在时时刻刻的那根神经又在绷着 担心母亲出现最糟的状况 这种状况就会让你再看到 这些装饰的时候 所谓的一身的冷汗 也不一定是真的有多可怕 多么的吓出来 其实就是一种自己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况 别说戒二连三的失去亲人了 我有时候跟比我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也会聊天 人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日子本身就不好过 随着生理条件的一个变化 很多女性就会有这种倒汗啊 然后心悸啊 失眠啊 这个荷尔蒙的abandon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最近也刚刚体检过 医生也经常会问你有没有这些症状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 他也会有时候给你开一点点的药啊 或什么样 可能会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还是非常幸运 常年的坚持运动 还没有这些症状 所以呢 你不要太担心 自己看到什么东西 下出所谓的一身冷汗 很有可能就是 我觉得你的年龄大概应该是在这个年龄上下嘛 你想想刚刚退休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因为有这个可能是更年期的一个现象 我就是提醒你 这个时候照顾这个肾病晚期的母亲是一件 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件非常非常折磨的事情 而且 这一份痛苦是我们躲也没处躲 藏也没处藏的 我们很多人或者是大部分的人 一生都要经历的这种煎熬和痛苦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不能说 你不要痛 你不要痛苦 这是不可能的 唯一要说的就是照顾好自己 你别忘了 自己也是一个刚刚提前退休的人 也到了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年龄段了 我们在照顾可能快年迈的父母亲家人的时候 永远别忘了 有时候自私的讲 每个人身上的病痛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 你越爱他 他痛 你也痛在心里 妈妈痛 你痛在心里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病了 谁来照顾你 如果父亲已经离世 丈夫也离世 那么现在生一个病得非常严重的母亲 他不管还能够支撑多久 你是他可能最重要的需要依赖的一个人 不能趴下 也不能倒下 更不能在 如果母亲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可能你又会大病一场 你能够想象吗 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困难就像弹簧 你若他就强 病毒又何尝不是如此 疾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你看看 有的人包括新冠病毒感染了一趟 又感染一趟 然后有的人感染了两趟 说是痊愈了 各种后遗症啊 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有这个问题 记忆力也不好啊 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 就是这样 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病毒也乘虚而入 各种疾病也乘虚而入 那么这个免疫 其实很多时候和我们的心情 和我们的心气 和我们的这个意志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母亲的状况 如果说你无能为力的话 我觉得是时候 也要把注意力转移一下 照顾好自己 有时候如果自身难保啊 我们不是说孝不孝顺的问题 你该照顾母亲 要照顾母亲 该给她送什么菜 送什么汤 就是做一个女儿 该尽的义务 可是也不要过多的 沉浸在这个痛苦当中 因为无济于事 跟医生商量一下啊 因为在美国 我觉得还是蛮人性化的 在这种晚期的病人 他们的病痛 可能很大程度上 这种疼痛啊 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就是癌症的晚期也好 肾病的这个晚期也好 有些水肿啊 然后 这个解决疼痛的问题呢 据我所知 这个美国的高科技 有很多的技术 可以解决疼痛的问题 不管生命 到底能够持续多长 或者是多久 或者是说觉得母亲 这个年龄79岁 肾病的晚期 如果又不能够患肾 也没有什么 其他挽救的办法的话 那一天 不过是或早 或者是或晚的日子 我知道你不愿意面对 所以不愿意面对 我们就不去面对 我们就设想着 母亲就是在受着煎熬 可是她可以一直的 好好的这个活下去 在陪伴着你 我们还是有娘的玩 跟医生去商量 有很多这种止痛的技术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办法 包括一些那些止痛的药物 可能是甚至是包括那种 甚至是这种 有一点点违禁的那种 那种药物 他们对于止痛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母亲已经到了 这样的状况 就是一个人道化的 让她能够平平静静的 去过好每一天 不管生命有多长 我觉得她 哪怕每天就是一个 昏睡的状况 只要她没有睁着眼睛 疼痛苦 她在痛苦 你看着她也是痛苦 也是煎熬 我觉得只要能够解决疼痛 这个问题 不管剩下的日子 还有多长 还是多短 我觉得日子都会相对好过一些 所以这些内容 可以和医生去商量 而且去竭力的去 去申请 去为母亲去争取 因为包括美国的一些法律 各种各样的条款 可能也都会有一些限制 用药的量 多少次 但是对于这种晚期的病人 就是一个完全的需要 更多的人道化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相信是可以得到一些 很多的特殊的支持 所以这些事情 妈妈只能靠你了呀 你千万不要趴下 不要倒下 你要去帮妈妈 去争取她在晚年 最后的一个尊严 或者是说 她活着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就是能够解决她的痛苦 和这个疼痛的问题 那么自己呢 如果说生活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生活无忧 那已经是再幸运不过了 随着疫情的蔓延 以及呢 现在物价的飞涨 现在有多少人啊 没病没灶 可是也愁的呀 这个年底的各种 这种税单啊 房产税啊 地产税啊 全来了 保险啊 也要交了 房屋保险 人的保险 你一看那个账单啊 很多人就已经在这个时候 身体没病 精神就要崩溃了 富不起账单 你想想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活着也是相当的痛苦 因此就在自己 虽然我知道这个时候说这些都无济于事 但是我仍然想让你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 去感恩生活里 我们还是仍然拥有一些东西 另外你既然透露小的时候曾经带儿子快乐的过过这个万圣节 其实人在这种悲哀的时候 不妨呢就用这个自我疗愈的方法 就去想那些美好的过去 美好的回忆 不要去眼前的这个focus 眼前的痛苦 因为有时候很难 这就像一个阿Q精神一样啊 就包括有一些人 他被关在牢房里 身体出不去 可是大脑呢 他会冥想 哎呀 自己在大海边 在沙滩上 打坐冥想 他就可以让自己的精神 飞离这个牢房出去了 所以那个是身体被困住 那么现在你的状况呢 其实要比那个牢房里的人要好很多 可是你这个化地为牢的这个牢 是自己 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情感上的痛苦 它也跟一个 置顾我们的牢狱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往好处想 尽可能的往好处想 身体上我们每天要照顾妈妈 可能也离不开城市 去看一看秋天的颜色 可能我曾经记得 在我失去亲人最痛苦的那一段时间 也会发现我曾经是一个那么喜欢花 那么喜欢自然的人 可是当亲人的离世的时候 那一种痛苦 哎呀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天空还是那么蓝 我以前就看着那个蓝蓝的天 这个云彩 随着风 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走过去 我都会觉得 哇 那想起那首英文的歌 隔着Blue Sky真的好美好美 云彩好漂亮 都会痴痴的看着 然后在这个蓝天白云下 看着一朵盛开的鲜花 我都会非常陶醉在这个大自然的美好当中 可是我深深的记得 同样的花 同样蓝的天 在我的亲人过世之后 那些天 我也是万念俱灰 天仍然那么蓝 可是我的心 却是灰的 阴沉沉的 那种沉重 那种痛苦 我记忆犹新 所以说 这个外在的环境 并没有变化 我们的心情 由于状态的不同 而去 无法感知到 这个大自然的美丽 因此在这个痛苦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我们解脱 我觉得 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方法 把这种痛苦说出来 是一种方法 对明明诉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我不会嫌你烦 那么身边还有没有能够 陪你讲话的朋友 还有 看到你曾经带儿子过万圣节 我不知道儿子在哪里 可能是在另一个城市 或者什么地方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家庭 跟孩子打电话吧 因为不要怕麻烦他们 如果你真的痛苦不堪 这个世上 我们还有多少的亲人 还有多少的骨肉亲情 能够让我们去 在最痛苦的时候 彼此支撑呢 那是你的妈妈 也是你儿子的姥姥 她的Grandma 跟儿子讲一讲Grandma的状况 虽然儿子不能够完全分担 但是就说 妈妈很想你了 陪妈妈聊聊天吧 你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过万圣节 我们出去药堂 那个开心的事情 就跟孩子回忆回忆回忆过去 如果儿子有这个耐心 听得出来 妈妈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需要他的陪伴 和聊天的话 那么恭喜你 这个儿子真的是赚到了 如果说非常不幸 儿子非常的忙 母子之间又不属于那种 可以交心去交谈的那种类型 就是很忙 妈妈你要多出去转转了 或怎么样 也就放下心思去理解 孩子就是这样的个性 每一个孩子天生个性就不一样 有的孩子就很贴心 有的孩子呢 就很酷酷的 但是酷酷的 拜聊天的那种 也不是说明 他心里就没有你 他也很在意你 只不过 他不一定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照顾这个妈妈 那么说一千到一万 这个世界上 我们赤条条的来 赤条条的离去 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的亲人 缘分一场 爱人缘分一场 生命就像一趟单程的列车 这个列车 我们的亲人 父母也好 陪我们可能在前半段 后半段 也许是丈夫 又陪我们中间的一段 在最后 中间还有一段 有孩子 在最后老年 可能我们又不得已 又是孤身一个人要前行 不管陪伴我们的人 陪了我们多少占地 这都是一个相当大的缘分 有了这份缘分 就去想过去曾经的 所有的美好 就够了 然后我们要学会一个人 孤独的生活 身边有爱人 有父母也好 没有父母 没有爱人也好 一个人怎么过下去 一个人怎么样 能够让自己 找到活着的信念 我觉得 这个就需要 每一个人 可能是我们 毕生的一个功课 第一 我们会因为 这个世界上 有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想要活下去 所以这个爱的人 有你的父母亲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我们能不能把 想办法 把这个爱扩大一些 可能会有你一个 爱的宠物 你知道年老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建议你 有一只宠物狗 我身边现在 很多的朋友 身边都有狗狗 包括整个过去的 疫情期间 宠物的这个领养 也是大增 大家都突然觉得 这个在pandemic期间 我们不能够 见面的时候 生活是如此的孤独 有一个狗狗陪伴 就像一个小人一样 我们很多人 都把宠物 当做自己的孩子 和家人是一样的 而且狗狗 尤其是非常的聪明 它虽然不能说人话 可是它的身体语言 它对你感情的依赖 然后呢 儿子已经大了离家 母亲也是这个状况 可能你需要去忙一些 去照顾一个 弱小的生命 才感觉到 爱与被爱 这种依赖的过程 所带给你的生活的信念 有了你爱的宠物 它像个小孩一样 需要你的照顾 你在照顾它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愉悦 也找到了生活中 相互依赖的这种感觉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怎么样能够撑下去 怎么样能够活下去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你爱的人和事物 除了亲人 爱人 孩子 我们要有爱的朋友吧 如果没有 现在可以去 可以去 接着去积累 你所亲爱的朋友们 闺蜜们 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往大了说 我们的爱 是不是可以更博爱一点 比如说参加各种各样的 这个 volunteer 志愿者 那么多贫苦的人 还有那些老人院里 很多孤身一人的 这个母亲 连个女儿都没有 连个去探望 他们的人都没有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爱 去送给他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由于爱的流动 就会让你变得格外的强大 也会让你找到一个 撑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另外 当我们爱人 也要爱物 如果你能够找到这种 和大自然的链接 像我们喜欢 世花弄草的人 春天看到美美的春花 每年春天都值得我期待 每年的秋花 秋叶红 也是一个格外的优美的时段 每每看到这个 大海的波澜壮阔 每每出去旅行 看到一个景色 每每出去旅行 尝到一个人间顶级的 美味的食品的时候 我都觉得 人这一辈子 活着 尽管有很多的痛苦和磨难 可是还是有这么多 值得我们去留恋 值得我们去坚强下去的理由 找到自己活着坚强下去的理由 找到你所热爱的事情 当痛苦来临的时候 当劲二连三的打击过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时半会无力 那么坚强的迅速站起来 或者是反击 以我的感受就是 该倒下就塌下 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的痛苦 就当这个这一段时间 就要哭 让眼泪流尽 哭过过后 你反而会变得坚强 哭并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 所以让自己该哭哭 该这个发泄去发泄 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害怕失去母亲 承认自己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我们几乎要站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有宗教的信仰 我非常建议你此时 找到你所信任的牧师 或者是你信佛教 找到你信任的方丈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信仰 这些时候 这些力量都会带给你 无穷无尽的温暖和支持 也会带给你一段撑下去的勇气 最难熬的日子就趴下 就痛苦 就是要流泪 就熬着 有时候呢 熬着熬着 这一段时间过去了 时间就能够抚平所有的伤口了 我们每个人 何尝又不都是如此 这般呢 相信我 很多的朋友和你一样 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熬着 熬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好吧 希望六二三八 你能够一切顺利 也希望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继续和明明取得联系 好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明明信箱 就到这儿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